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ChatJS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雷达图 以前咱们学过线图 学过棒图 今天咱们再学雷达图 好咱们看 现在知识点有两个 第一 制作一个雷达图 第二 怎么制作雷达图 Type等于雷达 就能够制作一个雷达图 怎么做 咱们马上看实战演习 其实这个 实战习的部分 和以前都是完全的一样 大概数据提供的部分 分成三部分 你看 类型 数据 以及各种各样的选项 就这么三个部分 类型的地方 由咱以前的LAN 或者是BAR 变成了雷达 然后数据 数据是没有变 我这因为最近正在玩风暴英雄 所以我这拿风暴英雄 举个例子 比如说 咱们要显示各个选手的 几个数据 比如说 因为风暴英雄有很多英雄 比如说 我现在显示它的伤害 伤害能力 辅助能力 存活能力 上手能力 以及这个英雄 卖多少钱价格能力 价格就不要能力了 这是暴雪能力 是吧 好 咱们要准备显示 很多英雄的这些个 几个元素的比较 这个相当于是咱们的 X轴 没有问题吧 OK 接下来我定制数据 比如说 第一个选手 紫德拉图 没问题吧 来自星际争霸 它各种各样的数据 大家看Data 这是个数组 它各种各样的数据 分别是 伤害70 没有问题 辅助能力60 存活能力50 比较脆 上手一般不好 价格70 又比较贵 这是它的数据 然后呢 我给这个雷达图 设置一个背景色 这个以前跟你说过 RGB同时再加上一个透明度 没问题吧 咱们定义了这么一个数据 同时 咱们还定义一个雷诺 这个英雄也来自于星际争霸 他有各种各样的数据 他伤害是90 非常的爆棚啊 但是呢 却是非常的脆皮 然后呢 也有一个背景色 这个就是咱们基础数据的内容啊 和咱以前没什么区别 不是很难 再往下 咱们看一下 这scale scale就是说什么 我呢 为这个坐标轴 定义了一个建议的大小 没有问题吧 同时给出一个step 好 这就是今天咱们大概的例子的内容啊 咱们马上运行 看一下效果啊 我还拷贝过来 又咱们拷贝过来之后 我在一行行给您说 您应该就能理解的比较透色 其实都不用说了 一般看我视频的朋友 我觉得水平都不低啊 好 整理一下之后 马上运行 看效果啊 够 今天是第17 马上运行 够 大家请看 我小一点啊 这就是咱们的雷达图 分别代表着各个顶点呢 代表着 伤害 辅助 存活 上手 价格 没有问题吧 大家先看泽拉图 我把雷诺屏蔽掉 大家看这个泽拉图 伤害 70 没有问题吧 这个地方 辅助能力 60 然后存活能力 它比较脆皮嘛 50 然后上手 一般不太好上手 50 价格又比较贵 70 没有问题吧 雷诺呢 大家你看 是一个这种比较方式嘛 一般咱们在企业中 给员工做评价时候 也是要针对各个方面 给员工做评价 然后打分 就是用到这个雷达图 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直观啊 呃 您不是这么觉得吗 你看那个雷诺 伤害爆棚 达到90 但是辅助能力却10 非常的差 同时价格 价格相对比较便宜 但是他上手呢 呃 相对有点困难 为什么 非常讲究走位嘛 对不对 这个呢 就是今天我要给您介绍的雷达图 呃 非常的美观 您不这么认为吗 当然他还能做更多 更细致的样式定制 呃 有兴趣朋友 去看一下官方文档吧 好 我看看 以上就是我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了 雷达图 如果咱们自己画的会非常的麻烦 但是呢 如果咱们用到X的JS组件呢 就非常简单 您不这么认为吗 好 今天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呢 会长到优酷YouTube 还有B站 供您下载观看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